政治话题民进党主席改选又有新人选浮出台面 独派团体打算推出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吴荣毅参选 外界解读这是独派和谢系要联手防堵苏贞昌 不过这些传闻党内外都说没听过 倒是今晚前行政院长游席坤在宜兰举办募款餐会 包括蔡英文和苏贞昌都会出席备受外界瞩目 民进党主席改选出现大黑马 独派团体心中理想的主席人选就是他 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吴荣毅 独派团体力挺让吴荣毅认真思考出马角逐党主席 而他背后传出还有谢系的支持 独派谢系联手挺吴就是要防堵另一位 最近同样动作频频拜访党内重要人士的苏贞昌 我们怎么样集合大家的智慧拟据力量回应社会的期待最重要 要不要参选党主席苏贞昌自两拨千金 就连何时拜会蔡英文也同样搞神秘 不过前行政院长游锡坤创办了养山基金会 30号晚上在宜兰办募款餐会 蔡英文苏贞昌都答应要出席 俨然成了蔡苏惠的会前会 对每一个要参选党主席的人 我们都给予祝福 现在还有一个吴荣毅 说台派想要推他出来选党主席 我们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来给他祝福 谢谢 党主席选举谁 蔡英文把答案留在心中 不过党内上下早就对蔡苏惠充满期待 蔡苏惠要见面了 然后呢 是不是他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携手合作 如果他们两个人呢 这能够是那个化解彼此之间的 有一些误会会不愉快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支付 没有听说说谁赌谁 或者是什么样的派系的合纵连横 那我想民进党本来一方面 党里面我们希望内部的这个竞争 不要外部化 除了宜兰的募款餐会 代理主席陈菊也打算找历任党主席 来个联谊餐会 党主席该选前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都将牵动未来的选战布局 民事新闻中文到